家人们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 毛豆怎么煮出来是翠绿的 去隔壁老王家的豆地里 偷偷摘点毛豆 剪去两头 没时间也可以不剪 清水加点盐 把毛豆清洗干净备用 起锅烧水 放了5克食用剪面 想要毛豆滤放这个食用剪面也是非常重 一定要等水开了之后 再去下毛豆 千万不要水不开就下毛豆 煮的时间要控制好 尝了毛豆容易发黄 时间能最多5分钟 煮熟的毛豆一定要及时去给它冲凉 这是过凉后的颜色 下面再煮泡毛豆的汤汁 锅烧水 放葱 姜 放八角 桂皮 小茴香 花椒 香叶煮10分钟 把汤里香料味煮出来 现在加点咸盐 一定多加点盐 煮好的料水放盆里凉凉 凉完以后把煮好的毛豆放里面 把毛豆泡20分钟就好了 把泡好的毛豆 双盘看一下效果 大家学会了吗 这样煮出来的毛豆 颜色翠绿 五香味十足 关注我 菜品每天更新 谢谢 关注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